我們今天我們長官也在討 那是不是也可以有些問題給請教他們 或者最後我們就請我們秘書來跟大家來稍微做一個小結論 那我們現在就剛剛陳老師陳文玲老師問了 還要問俊仁啊 是問你嗎 過去五年我們在大西在陪伴他們做一個官方制定的社會博物館 各位去看說大西社會博物館 大西社會博物館 看過嗎 沒看過嗎 就開始講 他是把整個大西當莊博物館的範圍 他開幕的時候只有兩間館開幕 一間館這都一號館 一號館就是這樣出色的 站在那個那一館中間 你懷疑四上台都市面看完就這邊走了 大概三四秒看完 第二個館是武德店 武德店在50坪左右 這樣的博物館叫做桃園第一間的市立博物館 可是他接著所有的閒置空間 一空出來馬上就變成博物館的環境 場子場域 所以他現在以前的獎公勤館大西獎公勤館 公會堂他家會來整建 在整修的 那個是他第二個環區 接著年底的四連動 日本宿舍要開幕了 等於是慢慢的在大西裡面 所有的公共的閒置空間出來之後 就變成他們暫時的這個主題館 這個部分的核心組織 核心組織要在地記憶 不是的啊在地記憶 所以獲取警察宿舍四連動 他們就把這個四連動相關的人的記憶 轉換成為這個館展覽的主題 所以這個館就不會是為了外地人在掌 是在地人的感情所在地 他的志工就出來了 所以這是一個辦法去得以激而成的 因為我剛才會講說 他的辦公室應該放到大西教會 大西帳號教會是哥德士進 全鎮最高建築物 所以你的辦公室 要放到上面去中樓 因為你環市民的博物館 都在給腳踢 那我是看會像這樣講 可是跟會像這樣看 就進大西之後 他現在有十六個街角管 每個店家 每個商店的店家 就是他的街角管 他講他的故事 講他們家族跟這個大西的地方的故事 他的產品 他的木頭 跟在地的關係 所以這個事情慢慢的串流起來 從大西 他是從一整疊疊疊很多東西 累積的錢 包括我剛才講說宗教進行信仰 關公是關公這 關公結 關公到大樓 永逸六個十奧 他們大西有色統 講到 可是那個色統他不是依附在廟 他是 信眾子弟們 自眾集結出來的色統 那去看那個地方的色統 什麼 特色呢 台湾的鎮口一大堆 可是大西的色統是反映出來了 他做那個商業城市的特質 他的色統做水電工的 他的色統出來的那個神將 拿的東西就是水電工的工具 所以你從那個色統拿的工具 拿的那些東西 可以很精彩的分出來 大西的色統跟其他地方的陣頭 插一個什麼地方 所以諸如此類這樣的調查 是經過很多的累積 層層疊疊了起來的 所以過去五年其實我很幸運是 碰到這樣一個案例 然後長期跟他們雷彈在一起之後 其實我們再看到 過去從70年代開始 看到生態公文館 照理講 金瓜石應該是一個生態公文館 照理講 現在好像 不太像的 所以目前是 生態公文館成功的機率 是很低的 很低的原因是因為 由政府主導去做生態公文館 被死人 因為你的制度 把你綁住了 那今天發生生態公文館的條件 是一個天職地利的女兒 他開始不是做生態公文館 他開始是用 驅行計畫經驗的支持的 到了一定程度之後 翻轉成人家的公文館 翻轉過去 隨著那個邏輯 帶來過 各位各國的通話 歡迎各位 到大溪去 如果你團轉去的話 跟我聯絡 我來找到那個晚餐 讓你去看到 進入所有地方 包括怎麼樣在地方 形成很競爭的關係 和平老街的商店 都已經不願意動了 以前之後走的 他們就開始發展出 那個中心的老街出來 中心老街出來之後 大溪的那個 傳統的那個 和平老街都緊張了 因為他們出來之後 吸客力更強 那中心靠我們競爭 和平老街開始釋放 我們很好 兩半要不要存在 所以要把那個老街 限得更乾淨一點 租屋之類的 這是很複雜的過程 那我們是建議說 其實這個事情 是在全世界的趨勢 讓我們 有空的話 我們搭配搭 大型看看 這個運作的模式 不好意思老婆 正在理解一下 謝謝各位 這個 巨人有沒有補充 好 有沒有在座的 有什麼問題 好 來 我們講 有什麼問題 第一次提出來了 就是因為 剛剛有這個 老師沒有講到 他講到說 那個 比如說 大溪那邊 那個 他剛剛講到說 大溪那邊那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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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因為 因為我平常 就是說 我 我 就是 我們 有上半天水 因為收集印象 我們 我們也屬於社團 就專門 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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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蓋 李蓋 蓋 她辦了四夜 就是 梅術業 今天我們去蓋蓋之後 她 他很義憤 他還義憤 他很義憤 他們就是說 她可以辦 她自己出去辦了幫她 每次去用電梅術業的可能性 她把 有沒有事工手的相關的活動 她也不是很 比如說 他們在懶染結 就是在嫁給他感覺 他已經在人家了 然後 他就是說 他就說他有一個簡直說 當中那個施工手去挖那個 他的路面在講的鬥 他當中他開始了 他大名的施工手 他這個主要的意思是怎樣 就是講說 當初就是施工手大名 他是去營造的一個主要的 他就是無常 無常的話 他就是 做出這個藝術的一些標誌在裡面 然後無常就給施工手來使用 那在施工手來講的話 他把這個東西給拆了 他把第一次 他也沒有 他也沒有 就是說 先通知你 他就把他拆了 拆完了以後來講的話 他就把 好像就 他們的施工手來講 他在公平裡面 他講他講說 這個東西來講說 就像我們剛好家的時候 他沒有生氣什麼遺產 然後他也沒什麼東西 但是當初來講 他們的施工手 7月後 他 他 就是你沒錯 你沒錯 他們提出這個 他們提出這些技術 技術的工作 他就是一種 無形資產的一種 可談他提供了一段的話 所以他現在說 等於說 他還要考慮要跟司徒部門 要把這些東西 他當中那些縮減 然後做那個設計 縮減 他把他收回來 他來調回來 所以我這樣意思講 就是講說 當一個政府公務門 跟地方的一個社區意識 來講的話 關於他看一些 一些比較文化資產 一個重要的一些 他人不能就說 先做一個溝通 做一個溝通 然後做一個 因為我們講說 公務門來講的話 他會一直 你看到什麼 公務門 他就是 貼長銀行法 他人是一直在流動的 到以後來講 為什麼會是 這樣 就是說 碰到這個 真的行為他不立場 不一樣的話 到後 不知道怎麼這樣 那時候 對 一些以往這個 無話的產生來講的話 他要去準備 調節我們 做商產生來講 這造成一個 成功在裡面 OK 好 這個問題 那個 確認 來 請問 請問 好 謝謝 大家要吃飯 我趕快講一下 就是說 其實 呃 大家講的事情 其實真的 我很同意 就是國化 其實應該生活化就好啦 因為本來就是 故意要讓他 像我們做倦孫 也有點乾 因為真的 倦孫的 這些 老伯伯 其實很多都在了 比如說 他們來台灣很多故事 所以現在也有 國民記憶庫啊 或者是說 你怎麼樣把他的 這個生命故事 或者是說 大時代的這個故事 記錄下來 他同樣回到 烏來台車這個現場 很多事情他可能 還在 或可能不在 他到底 比如說這個 烏來台車 這樣一個管 或生活管 營業生活管 到底他怎麼樣去做 那我覺得今天非常棒 就今天那個 秘書啊 還有我們 課長啊 從人都在齁 就是非常好 就是說 其實 民間跟政府 他是一個夥伴 包括今天下午 今天我下班 我在這裡 其實是民間上面 來啦 就是我比較驚訝 把我的那個 曝光了齁 對 因為現在公務員服務法 我就覺得 這個真的法則奇怪 其實我們下班 還是一個 還是一個人啊 就是一個 文化人 或者是一個 愛文化的人 是一個 慣心地方的 這種 這種 我們叫 文化的 公共分子 或公共文化工作者 這樣子的身份嘛 所以我們來做 那當然 跟政府的關係 要怎麼樣去 處理喔 這個是很重要 夥伴關係 那 但我們講 夥伴關係 到底怎麼樣是夥伴關係 夏老師就非常 內行啊 非常在行 怎麼樣去跟政府 維持一個 好的活動 那我們現在 剛剛我報告就是 也談說我們 跟新北市政府 成立了一個叫做 西北市民間文化會議 那到底我們 民間文化會議 扮演什麼力量 我們 也不是監督 我們不要講監督啊 我們當然也監督啦 那監督比如說 是媒體的責任 議會的責任 那公民當然有監督的責任 可以寫1999 打1999 或者寫市長信項 或者是說 你透過怎麼樣一個方式 正面的 善意的跟 政府去做活動 我覺得這個是重要啦 或者是說協力 其實剛主管老師講說那個 或是主管老師講說那個 生態博物館 我剛好聽到一本出來 送你們 我剛好是這一本 就送你們吧 其實這個事情 它就是一個比較生活化的概念 就是說你 不管做什麼事情 其實還是要回到當下 當前的人 所以我們做卷村 很多人也是會質疑說 你不是卷村 你做了卷村文化的保存 怎麼會是卷村 但是我其實就是要去 開始去傳達一個觀念 就是說 全台灣900個卷村 拆到剩50個卷村 那其中三個是整村保存的卷村 我們其實在實踐的是一種 比如我們在三種做一種是 跨越獨立巴的實踐 也是一個族群一體的實踐 但有人想要實踐 卷村人的實踐 他當然都可以啊 我覺得其實在台灣比較珍貴 就是說 百花氣放 各式各樣的實踐 其實都有他的價值 那在烏烏來的實踐 我很同意啊 就剛剛講 不管是說全台灣 我們到處去看各地的這種林業園區 或者是說林業的這個 林館處 還是國家深附到這種系統去做 因為我自己以前 待過金門國家公園 金門國家公園 也很有趣啊 我們那時候就是裡面有好幾個自然村嘛 就聚落啊 那我們怎麼樣跟聚落去互動 那我們也保存了大概七十幾個補錯 那補錯之後怎麼樣去跟社區的互動 或者是標諸給 因為政府有政府做事的方法 政府也不是只管說 他還有國產局啊 還有其他的那個審計啊 當然要看你說 你怎麼樣去運用這個政府的資產嘛 所以這個管他很珍貴 那其他可能還有各式各樣的資產 那民間的部門的這個領域 他怎麼樣可以去投入到這樣一個系統 所以我其實想這事情 就是說如果可能的話 政府部門比較好是說 每一年都有年度計劃 維持這樣一個管的運作 或有一些金場門的計劃 讓大家去做事 其實我以前在看 我覺得領管處跟那個國家公園 應該都有這種能力 就是他自己有法規 自己有預算 自己有領域可以去做 其實跟那個有一些部門的那個 有只掌握工具或是掌握預算 跟有些部門支付的執行不太一樣 我們應該是自己都有這樣子的 一個了解在手上 所以我是很期待這樣一個案例可以做 如果真的說可以長期的做下來 不然剛文廷老師講的那一些 做完了這些資源 文職的資源 怎麼樣再回到生活 小孩子老人家 然後會談年輕人 其實都很有可能 我們做半鐘一吹的事 我們都不給我們拿錢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跟他對話 所以我們 我們最近對話完 他就有跟我們講說 我們給你們十萬塊好不好 那你講話 我們也要拿好 拿好 我們都可以信義房屋 拿好我們就自己聚募 我們辦那一個活動 欸不用花十萬耶 但是我們同步很多義工 其實這個就是比較重要 我覺得就是 以這樣一個行動 不管是聯誦的設計 不管是 這樣一個管 做一個核心的發展 你做做做下去就好了 是繼續做的 我覺得是繼續做的 好不好 謝謝 那個賈兄 你剛剛問題我簡單的 給你擺 回顧一下 我覺得三峽那邊 不管是怎麼樣 就是說 那個 溝通 跟區公所跟里長 我覺得 我覺得還是需要有一些管道 可以好好跟進行 他也不必說今天 這個收起來不錯啦 或是幹嘛 就好 因為 有些五八事件 那就 由五八事件來處理 那如果是一個 政策上常態性的 當然我覺得 我覺得 對於你美術也好 對於 祖師廟也好 對於三峽那邊的居民也好 我覺得那就是不公平的 因為那邊做到 行作人一個 很好的一種 有文化氣質的地方 那 這個 這個 如果說 大家等候 跟我們溝通很好的話 我覺得 這是一個好事情 好 那最後 我想就是說 我們 我個人 不要講說 我們學會 我個人是 比較傾向於就是 我們先 將這個 台車文化 台車這個部分 就是說 定位是 台車 歷史文化園區 我從家久聊開始 一直到 這個區域裡面 我分成三個部分 兩個部分呢 是屬於遺跡的部分 我們先去把它登 登入為歷史建築 申請歷史建築 用兩個 兩個 來 包裝我們 中間的 1.6公里 那個 觀光的台車 然後 兩個歷史建築 如果登入了以後 然後 我們再去申請 整體性的文化景觀 我覺得這個步驟 應該是這樣子 我個人看法 但是我們要先 先決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 這樣子的範圍內 要做 資源調查 所有的 就是全部要做資源調查 因為 就剛剛就 主管老師所提到的那些 不管 他提的是 難詳細深入的 但是 我想這樣子的一個調查 研究工作 如果做出來的話 那我想這個是對未來 這個 台車的 這個 烏來台車 要讓他成為一個 真正 說進到烏來 就是 就是 台車 為代表 那當然 溫泉啊 原住民啊 這些我們不否認 這個是非常特殊的 可是要有一個 真正 沒有指標性的 一個 一個 地區性的 一個代表的話 那我覺得 未來台車是一個 非常 非常有 怎麼講 非常可以代表的 我剛剛講的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了 因為他 有歷史 有文化 還有整個 在生活面上面 來看 而且跟原住民的關係 其實是非常密切 如果我們從歷史上來看的話 那所以 我們會朝這個目標 來一步一步的來試試看 當然 這個 也要在 領館處的 長官 的指導 我們還可能 一步一步的走 因為有了 陳文玲、陳老師 他在幾年前 做了這些 基礎 說實在話 那個 我們 覺得那個 已經非常的 專業 非常不簡單 那 只是說 我們建築 再多做一些 再挖掘一些 然後呢 再把它整理起來 盤整起來 我覺得 盤整處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 系統性 剛剛講的 文化生態系 這樣子的一個 生態系統 我們如果 把它建構起來的話 我覺得 對文化資產 保存 把裡面 如果要去進行 把定程序的話 我覺得 這一點 應該 沒有太大的問題 我們分成兩個補臭 因為 先把遺跡 先把它 進行登陸 然後 在遺跡跟遺跡之間 這個區塊 就很可能的 就 可以 比較 名正言順的 可以把它 就是 文化警官叫做 登陸嗎 也是登陸 登陸 雖然說它的法 法律位階 有 不及 古蹊 古蹊是有 真的沒有強制性的 可是文化警官 他一登陸的話 那就 不得了了 像澎湖的 二坎 那個 二坎村 那個是什麼文化警官 台灣 文化警官沒有幾個 不過我覺得 這個 這個 烏來這邊 的確有這樣 一個機會 好 那我們 最後是 我們請律師 幫我們指導一下 謝謝 謝謝理事長 還有 蔣州老師 和 大家好 其實我剛才 吸收了滿洲 我想把一個意思 講對 給各位了解 那 烏來的發展 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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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最早說是 溫靜 那是 光顧之後 慢慢 掛土掛掛 那就觀光來講 這一塊也是非常長 那 雖然你陸續在講 在灰森林無樂器 但是我們就沒有這裡 尤其在 更進去裡面的內道 可是 這邊的觀光 比那邊 發展還更長 那我們這一代的 我們最大的悲哀 就是守護度貪討 更長時代 好 因為這幾年來變化太快速 太快速 太太細速了 齁 那 那 尼陸續一直在做的東西就是說 因為我台車這一塊 尼陸續一直在經歷 好 那 本來是想要把整個台車的 時代 申請出來 那這次 點納勒詐 齁 那個 西北市的 方法計畫裡面 可是 是 他希望 我們去做個案變更 那 因為這邊有很多的法調 大家知道 那個回血水庫跟那個 水泉車的車禮機 所以 為了要突破這些法規 還有一些問題 那 所以在兩年前 我跟夏理事長講說 那 是不是可以用 我們來突破 這個方面的事情 可是我剛才看那個 那個 那個 老師不太在講說 他才一直不耐嚴 進去的地方 那 因為 因為我 我最近私受其害 因為我要辦一個 這個 宿舍的過問 那 因為地方政府一樣 把我包圍 一個是歷史建築 如果歷史建築 沒辦法換的話 那個 肌肉 那 我裡面都是 都是 現在都還有在使用的 民放宿舍 對 那 現在 這個部分就是說 我不用自我來 果然 民間資料發起之後 不發起 就要去 就要去顯地 就要來肯定 能不能那個 所以剛剛 可能 老師那邊問 那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部分 不用光 政府清理出來 實在有民間發動 跟地方政府申請 地方政府 就要來 肯定 是不是難怪 那 我比較擔心 因為法規太多 雷床架構之後 這個地方會有什麼 發展 那我想這個地方的發展 未來有幾個變相 那 文化發展我想 就是不會 只會 繼續在所知 或是它有一個 增長的散空 尤其 有 那可能 我們必須要思考 就是 面對前 九七又變天 這個未來怎麼發展 就跟前幾天一樣 三峽 整個冠天 跑大雨之後 整個那個 兩個人死亡 一個受傷 那 我們看 今天 我今天早上進來看 你怎麼 西紙還那麼左 是不是左 你就下大雨 那下大雨 照理講 上面的護盤會很好 為什麼西紙會那麼左 你會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存在 就跟其 七年前年科技 講說 喔 是上面不好 可是上面並沒有任何的開關 也沒有華夢 也沒有爛騰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這種一樣是嗎 深思 深思一下 跟那個 是我們裡面 我們這邊特殊的歷史性 情況還是怎麼樣 那 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說 怎麼去活發這個市場 我想 我們早上在這邊上課 然後在那個 幾乎 大家都計成了 非常好 然後我說這個計成了 非常好 大家知道 進入西紙 是你的 你的 運動機 可是在這邊 因為瀑布 瀑布 下雨之後 變成一個 一滴子 變成一個一滴子 那這邊是前過 最好的一滴子 這邊立花 好 所以 我們怎麼進行一下 欸 我們現在到國外 欸 有人在賣的東西 然後我們這個 是不是也可以 過程又是一滴 一個狀況 齁 除了水可以賣之外 衝擊是不是也可以賣 因為我們這個基地 是最好的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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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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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當碰到椅簾的問題 要把你講 我們就自然來一起 那些自然警官要畫很簡單的 什麼報律器 那個 可是碰到椅簾的問題 這邊有設計 有那個 怎麼去營造 這一塊 確切實實 我們就變成一個大的天氣了 那我非常感謝夏老師 他這個是我謝謝的對象 他已經把我們的業績播漏出來了 這邊做一個文化研究 先把幾個地方畫一下來之後 然後再把整個 那請請 那這個坦白講要做非常大的信心 那我想 他提供這樣的東西 我們沒請給我們之後 因為他是做過很多的調查 現場事務調查之後 那我們這邊 變成未來我們經營管理 會俗性的去調整 會俗性的去調整 那我們希望能夠恢復這邊 未來的煩惱 我特別講 這邊有非常多的優勢 但是這些優勢 這些特殊的自然景觀 這些 連累 連累 連累過的這些歷史 下來的東西 我們如果繼續把它保存 花園光大 但我們 我們 是 我們 所有在座 每個連累 機構 責任 並沒有辦法說 一個公家機關 是那個 這個是大家比較基本上 認討 你如果公家機關做得不好 沒關係 我可以透過評鑑 所以我們就直接跟文化機關 來申請 等於跟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但是就是說 要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想我們 希望透過很多的大家挑 像他們今天的 預導會 大家坐下來討論 但是我們要在意說 在地的基民參議的程度有多高 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我們在做社區總理營造的時候 我們在做社區營業 就我們一組有做社區營業 這塊可能講 我們今天去拜託他來參加 他不見得願意增加 他認為你的合作環太少 他認為你那個 那個合銷手機太玩耍 而且 他看的是既定 他不是看的是 未來怎麼參與發展 那 我想 今天真的 我在這邊 我學習到蠻多的 跟那個每次來勞動 這對我非常大的衝擊 那 我們未來工作的路 還變長 還需要再再努力 那我們非常 願意靈畢 各位給我們的建議 那我們未來能夠舉出一條 清晰的路 這一走 謝謝各位 好 謝謝 課長 還有市長 還有那個 多位偉賓 還有陳柏老師 其實我在想 這烏來台車 對於烏來的觀光 經濟的發展 其實是很 很厲害 很有一個 小動量的一個奔量在 像我們這個 河堤的台風過後 之後整個烏來的一個經濟的發展 然後就開始可以看得出來 它整個人好 包括我們內鬥的群組 整個人好都形障下來 那我們就想像說 剛才講到設計中 像其實有一些就是要祝福自己也要 也要有一些自覺 那像我們前幾天我們有三個老師 就是中海大學一個李老師 他們去補導花蓮的一個部落 其實叫做那個部落 我名字叫做吉哈拉埃的一個社區 它是原住的一個社區 然後他們的社區整個區 也是把它化作一個自然文化景觀 它是也是在文資法 但是它的地位不是像什麼 自然紀念物或什麼 它是一個自然文化景觀 它把它生活的一個提田水浚 而且還它的那個部落的一個環 去把它整個把它化下去 而且是由他們自己的部落去主動補充的 那我想我們的排車 像剛才很多講座也知道了 我們從了從這些坦排 經濟然後到這個觀光 然後到目前這樣子 其實還有一些我覺得很多資格 好像剛剛講的很多工人 他們現在是第二代是開了這個旅宿業 那旅宿業也許他就是帶了旅宿業的人來 觀光泡湯給他錢賺得很快 但是他來了泡湯 不來這邊泡湯的人 他回去又得到什麼 出壓 泡湯 但是他對他的整文反而就 沒有那麼帶一點東西什麼回去 那我想因為他譬如說 要是社區能夠自覺 譬如說他的工人第二代 他能夠也自足組成一個團體 來這邊泡湯 也許晚上或者是隔天早上 他們又待一個生態遊行 就是假設我們把我們下午 類似一個行程把他包裹進去 然後帶他們去走以前 開車的回去走他們 阿公以前他們去推的那個 把一些肉帶進來 讓這些遊客來這邊 反而會帶一點人物的東西去 我覺得這樣子的動向 應該會也是會有一些賣點 那我在想大家也都很關心 我們出來台車到底是 何時才能夠運運 那目前我們現在工程在始作 那我們的合約工程是到 明年的1月 剛剛講的1月 1月9號 但是實際上 始作還會做到一些 天後的一個因素 那我們希望說 耳後就是說 台車已經開始運運的時候 之前我們還是需要 這個在地正確的一些支持 乃至於說 還有一些新北市政府的 一些相關的單位 才會有那個要知道 那在這個營運之後 就是營運前 我們要把安全的營運 要做到為了才會有太快 那謝謝各位啦 那幫你們說謝謝 謝謝客長 那國立老師沒有補充的 我回應一下 因為時間真的不早 不好意思 我還是給你講一下 不好意思 因為剛立書說 我好像有點像 沒有在講那個文化的制裁 其實我是在想 那個像金門 金門我們國家公園 也是用國家公園法來保護 來發展 也可以啊 那我不曉得這邊的法令 就是說可能 夏老師也有跟我說 或許我的制法是一個解法 或許 但是因為我自己有去看了 剛才他也很客氣 也不論我講他的那個鬥思 兩個臉串連一個文化景觀 這樣 這邊就很有可能 我覺得 因為他真的太有經驗 我們每次以前跟他來經驗 都是他提的提議 提審議法 那審議我今天沒有講到 就是 因為我有印了這個新的那個文資法 就是修法已經進那個 應該是進三國 這個應該是未過 因為以前的政治氣氛應該是未過 那未來的審議的提法 其實有時候地方政府也蠻 想是 很特別就是說 有時候民間體他就跟你講說 喔好 你不是所有人 我就給你 列色追蹤 那當然 對於政府機關 他有時候也不是這麼客氣 雖然說 可能夏老師去提他就 齁 林務局了 好 直接審議 他就給你審議 也有可能啊 那所以 我不曉得你們林東 俗東的那個宿舍 是不是有吃到這個虧啊 可能因為有時候文化資產是 這樣他也交出業績 所以可能新竹縣文化局之後 好 林務局了 好 直接審 他也不管你 但是你聚集人家家廟 你敢直接審嗎 有什麼 他會跟你講說 如果人沒有 徵求他同意之前呢 所以我們先列車追蹤 那所以 但是依照 新的版本的話 大概一定都會是 有 應該是這樣會過啦 那另外講到說 這是一個是審議嘛 那到底文資法能不能排除 因為我只看是覺得說 有點新的 有點新 如果就這些歷史學者來看 他會覺得 舊貿已不存 常常都會講是舊貿已不存 那所以以兩個遺跡來做文化景觀的生意 我最可為啦 或許下一次議程直接就是來做這個文化資產提案的 提案的東西 我今天去看啦 我剛剛講說 大概文史的這些東西 然後各式各樣 剛剛秘書或科長講的這些很重要的事情 把它再整理起來 成為文件 不送 也可以啦 也可以送啦 那但是 我只是在想說到底 比如說他的政策工具或法令 什麼樣是最適合的 文資法可能是一個思考 那到底 在林務局這邊的思考 會不會更有利喔 我們還知道啦 所以可能這個 秘書有思考過 可能他跟水管 那個水源設立區的管制 或者是民主民的這個 法令的管制 可能會有進行 所以這個會不會就是說 我完全同意就是 不要跌床下屋下面來做 那如果直接就是 整個影畫園區 的這樣架構去思考 集點 在串連線 在整個園區這樣子的 分歧去做 可能是可惜 或者是說回到當中 其實以前也沒有屈可啊 那以前沒有屈可 為什麼經營那麼多年 還是在經營 還是說 回到我自己目的事業主管 我來主管就好 我來負責啦 空空車大家為什麼可以走 他空空車 那個 那個 開平山空空車 他一直在走啊 到底 比如說在宜蘭縣政府 他有管制嗎 其實找一些相關案例來 來應照 如果假設說 我們作為主管機關 我們願意承擔 我們願意負責 我覺得 基本上我們應該沒有理由 不許可 主力使用 以前也是這樣可以使用 也沒有 也沒有違規使用 或電源使用 好我跟你講 其實這個可以從歷史面上面來釐清啊 所以我對這個負責應該是 覺得還是這個很管啊 應該不只是公層面而已 法律面應該是要支持啊 或者說像三峽一樣啊 地方上面的人就是應該跟市府或跟區公口講說 跟議員講說這個很重要 跟宜蘭講說這個很重要嘛 這個歷史的脈絡 這個地方的這個永續性的發展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啊 那市政府沒有理由不支持啊 市長應該在市政會議說 對要支持 這樣子下面的這個指數 就要大家來努力 應該是朝這個方向可以思考看看 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謝謝 好 那也感謝大家 今天我們就進行到這邊 好啊 謝謝大家 歡迎大家 謝謝 那 那個